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是有提到就是說 它給你這個不同的化合物 那也告訴你這個二氧化碳跟水的重量比例是11比3 那要求它的化合物可能是哪一個 那這非常簡單 我們直接去算它的什麼 直接去算它的碳跟氫的比例是多少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們在寫的時候呢 直接把它的重量去除上它的分子量 算出來是這個它的末素 不要忘了一個CO2的話就是一個碳 然後去比上這個是3 除以水的話是18 不要忘了水是有兩個氫 所以記得把它乘以2 那這個算出來了以後 應該是這個3比4 3比4 OK 所以答案呢就直接選什麼 就直接選擇了丁 所以答案選豬 OK OK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11題 它說在這個週期表第二週期裡面呢 有4個跟6個架電子的元素 叫做X跟Y 那可以看得出來呢 這個4個跟6個 那一定是什麼 哎呀這是碳嘛 這是氧嘛 OK 然後呢 A選項 Y的架電子的這個 電子數大於X 但是因為這個Y的部分的話是氧 它是同週期的右邊 所以這個應該是小於 OK 好再來B 他說這個X12 Y16 中指數 直指數的比值都是1 因為這個 它的 直指數的話是6 中指數也是6 這邊是88 所以的確都是1 所以這個B選項呢 是要選的 再來C選項 他說他們是同分異購物 但是 注意 他們連分指數都不一樣 怎麼會是同分異購物呢 不選他 再來 由錄影式結構式知道XY2 XY2是什麼 對 這個XY2就是CO2 對不對 有四對都配 然後呢 CO 兩對 所以是兩倍 選了 OK 再來1 XY2的這個水溶液才能弱酸性 of course 這個是CO2 你最喜歡喝的碳酸飲料 所以答案選什麼 B 好 我們看下一題 好 這個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組 所以大家先耐心觀賞了 以後呢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題目 題目說什麼 第一個 我要測量含有硫的這個總濃度 可以選用哪一種試劑 將什麼 硫化物 都氧化 OK 都氧化 我找一個具有就是 我的氧化數還有在下降空間的可能 對不對 所以我在選的時候 第一個 蛋的話是-3 為什麼 因為氫是正1 這邊是-1 這邊是-1 這邊是0 這邊呢 正1-1 這邊呢 正1-1 各位 我們仔細在看的時候呢 只會選什麼 只會選B 為什麼 氧的話 氧是可以從這個-2到正2之間都有可能 還是可以再下降有還原的這個可能 所以答案就選什麼 就選B 行 好我們看一下下一題 下一題 下一題這邊呢 他說哪一個這個現象 是可能合理的敘述 好 首先第一個 理論上這個純度100%的這個黃鐵礦的這個樣品 他們的這個比值應該是2 這個是很合理的 因為它是這個F1 S2 對不對 所以比值的話應該是2 這個是要選的 再來 B 他說 酸性溶液中會隨著氧氣的分壓 這個溶解度減少 不對 這個應該看起來應該是增加才對 所以不是減少 再來 C 他說 這個實驗的這個黃鐵礦 可能含有這個氧化鐵 所以量測的值呢 小於2 你就這樣子想 你現在你的鐵呢 你不是只有來自於這個礦物你的目標而已 它有些是雜七雜八嘛 對不對 這個值如果比較大 當然分母大就會比較小 所以這個C選項選了 好 再來注意選項 純氮氣 我跟你講純氮氣 這個選項就不用看了 為什麼 它是怎麼氧化 對不對 它是把這些硫化物把它氧化成SO4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看它了 這個就不理它 再來 E選項 他說 這個值 硫酸根的這個值呢 會比total 所有的硫化物的這個硫 這個比例還要來的小 代表怎麼樣 代表就是 你的硫化物可能有很多種嘛 對不對 但是你沒有辦法把它們全部都轉成什麼 硫酸根 所以這個E選項選了 因此這裡呢 就選什麼 ACE 這樣子行 ok 很好 來 下一個 這個題目看起來就很困擾 不過這就是很常講的 就是那一些化學劑量 我們在看的時候 優先先平衡 經過這個精密的計算了以後 這幫各位平衡過了 1 1 這邊是3 然後 1 3 這幫各位先平衡過了 那他現在要問你說 產生的這個氫氣的體積是多少公升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先知道什麼 他先告訴你啊 1.54克的這個彭晚安 喔 不是叫你晚安喔 看一下喔 1.54 你把它去除上他的這個分子量 嗯 30.8 對不對 啊不要忘了 你算出他的墨爾數了以後 氫氣乘以3 喔 把它乘以3 這還沒有完 還沒結束 題目問說 多少公升 不要忘了 25度C 一大漆壓 一墨爾怎麼樣 24.5 我跟各位講這個非常的困擾 相信你今天考試的時候 也會覺得 喔 算得要脫掉 對不對 這個經過這樣算一算以後 大概是 這個喔 大概是3.675 所以你選什麼 選C OK啦 好 好 再來我們看這個 李小仁 李小仁 很像我一個朋友的 老師的名字 他說這個 有一個流行的這個 飛天小丑魚 噗啦噗啦噗啦 對不對 沒有灌氣體 所以他就去附近找這個 這個 這個氦氣 把他衝進去 衝完了以後 裡面有雜質喔 問你說 哪一個讓他比較容易浮起來 對不對 我們知道空氣的平均分子量 來多少 隔著螢幕都聽得到28.8嘛 對不對 我們盡量找這個分子量越小越好嘛 因此我們 直接選什麼就可以了 直接選C 這個應該送分題啦 這題簡單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說什麼 他說 這個你把這個咖啡渣怎麼樣 這個認真再利用 對不對 這還蠻環保的不錯 咖啡粉丟下去了以後 然後去看他這個 進水的能力 進水的能力 甚至去對他做修飾 然後去把這個實驗數據做個整理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說 實驗的結果發現怎麼樣 水的表面灑上碳化後的咖啡粉 可以增加水的揮發效果 OK 可能的情況是什麼 這邊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 A跟B 是非常的 就是不知道在幹嘛 可能會抽個選項 那原則上來講 這個題目 我一看到 我會直接選 豬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 原因在於 各位看一下這裡 他有跟各位提到 他經過高溫下 碳化成奈米材料 碳化成奈米材料 那其實在我們高中的課綱裡面 奈米材料 大部分 蠻多會考向這個 催化加速的效果 OK 因此 在判斷這些選項了以後 豬選項是我認為 比較相對合理的 合理的選項 因此我會選擇了豬 因為他這個是講可能原因 所以豬會比較合理一點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下一題 下一題 他說 我在水杯中 灑上有油脂特性 油脂特性 其實他是這樣子 他把這個 修飾過後的咖啡粉 再幫他上了一點 讓他怎麼樣 更像油脂一樣 他說 在這個情況下 水的揮發效果 更讚 哪一個是正確的 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有這個油脂特性 有這個 輸水性質 對不對 這個蠻合理的 所以他就不會發生沉澱 OK 再來 這個A選項 這個是沒有問題 這是沒有什麼問題 B的部分 B跟C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他其實是沒有任何的 清水性質 目前這樣看起來 從文章敘述中 從文章敘述中 因此 B跟C 完全你不會去碰到它 那麼 諸選項的部分 他說 扮演凝聚技的角色 你把咖啡粉 凝結成塊 對不對 把它沉入水中 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題目 沒有提到這個東西 所以 這個應該也是該湊選項 那我們來看一下 E選項 E選項 各位 你要注意 這種題目 你要準備一把指尺 他說什麼 40到50分鐘之間 注意喔 油脂特性的 細碗碳化 咖啡粉 所以是這個地方 這個對過來 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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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樣子 OK 所以呢 E選項 你用這個 0.8-0.6 要去除上這個10 OK 那這個大部分 更正 這個算出來 大概是這個0.02 左右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答案選什麼 答案就選這個AE OK 好 這題 這題也是一個非常常考的提醒 對不對 就是判斷這個不同種類的化合物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有 加1丙丁四種存物質 他給你這些性質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哪一些正確 首先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A選項 他說 乙和丁的混合物 可以藉由加入水以後 進行後續的分離 我們先來看一下 乙跟丁 因為這個會怎麼樣 這個會有沉澱嗎 這個怎樣 完全溶解嗎 所以 我加入水 就可以怎麼樣 進行分離 所以這個A選項 是怎麼樣 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B 他說 丁和水的混合物 適合用蒸發結晶法分離 各位 你看 丁倒到水裡面 馬上分成 對不對 這個用什麼 還記不記得分一漏斗 對不對 這樣子轉的 萃取的方式 就把它分開了 OK 所以這個太困難了 這不需要用到這個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 他說分離乙跟水 在這裡 跟水 可以用這個濾脂過濾 of course 你有沉澱嘛 對不對 所以C一定要選 主 他說 這個甲跟丁是強電解質 我跟你講 看到這個馬上刪掉 為什麼 看到了沒有 甲弱酸性 怎麼會是強電解質呢 對吧 OK 所以這個就不選他了 好 再來 E選項 他說什麼 丁可能是離子化合物 這個是 他講可能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這個機會 首先 他的這個 融費點相對都偏高 因為離子件的關係 對不對 第二個 他可能 溶解 像這個NACL 這種離子化合物 OK 溶解沒有問題 所以有沒有可能 還真的有可能 所以 E選了 三項 答案就選 ACE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是用這個電話水源 這個催化的方式 給你各個這個 還原的半反應式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題目 題目說 題目說 他說哪一個錄影式結構 具有這個所謂的雙鍵的鍵解 這個非常的簡單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CO2 對不對 這邊有雙鍵 然後以錫 它是這樣子 也是一個有雙鍵的結構 因此答案就選什麼 就直接選了這個A跟珠 OK 我們來看一下48題 他說什麼 他說生成這個 美墨的甲醇 乙烯 正秉醇的產物 所需要的 質子的墨數比 是1比2比3 這邊大家比較不熟悉的 其實應該是這個質子 這個質子就是什麼 就是H正 所以很簡單的 你去比較一下H正 剛好就是1比2比3 OK 所以是無物的 要選 再來B選項 他說 會有這個二氧化碳的 乙烯氣體產物 可以利用通過氫氧化鈉的水溶液 分離 這是OK的 因為這是什麼 因為這個是減 對不對 這是減 它會把CO2給怎麼樣 綜合掉 所以可不可以 可以 這是要選的 再來 C他說 生成這個正秉醇的產物不容於水 會這個分成 不對 正秉醇的確 它的溶解度已經下降了 但是它還是可以溶解 因此這個不能選 再來 豬 他說什麼 還原美墨爾 注意 美墨爾 把它highlight起來 美墨爾的CO2 分別生成這個 甲醇乙烯跟正秉醇的 墨爾數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式子 這邊有寫到就是說 因為它要美墨爾 對不對 所以記得要把這個係數 像第二條這個要除以2 這一條要把它除以3 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 都是怎麼樣 都是一樣的 都是同的 都是6 再來看E選項 常溫常壓下 他說都有揮發性 而且都是毅然的 有記錄 這句話完全正確 因此答案就選什麼 A B E OK 我們來看一下第49題 他說這邊有個這個價格 然後還有給你一些表格 要問你第一個 他說要劣勢計算正秉醇的這個 轉換產物價格加 這個題目 困難的點在於 第一件事情 它沒有給你量 它都是給你一個比例 因此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先去假定 你有多少的量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第二件事情 你會比較困擾的事情 是不熟悉 什麼叫墨爾電子 也就是說 它其實在做轉換的時候 它是以這個電子數 來去做計算 因此我們在做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先令 我們先令有 先令有這個1000克 1000克的這個正秉醇 那1000克的這個正秉醇的話 你在做計算的時候 非常簡單 首先你先把這個1000 先把它除上這個60 OK 除到60 就知道它的墨爾數了 對不對 實際的墨爾數 那因為我們也知道 前面的這個 告訴我們說 它一墨爾會去要 生成的話 會消耗掉18 18墨爾 18墨爾的這個電子 轉移18墨爾的電子 那你就知道 電子的數量有這麼多 題目要問說 它的那個價格是多少 我不知道 對不對 我就令它叫做X4 算出來 它說叫做多少 45 OK 45 所以這個X我寫在上面 所以這個X算出來 叫做0.15 就這樣子 OK 好 這個是A 再來B 它說 另外一個系統 另外一個系統 產生甲醇跟正秉醇 那有1墨爾這個混合物 消耗10.8墨爾的電子 這怎麼辦 也蠻簡單的 首先你就會令 甲醇這叫X末爾 對不對 正秉醇 Y末爾 一個X 一個Y 所以第一個列出來 X加上Y 等於多少 等於1 OK 那電子數的部分的話 是多少 是6X加上18Y 你如果忘記的話 再自己去翻 等於多少 10.8 10.8 OK 好 那這兩條去做比較的話 你的X Y 比上Y 會等於3 比上2 OK 它問你墨爾數比是多少 好 所以這個是 這題49題 好 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這題可以說是非常的困擾 因為很多內容 我直接看題目 我們直接看題目 好 這邊 我們看50題 50題它說 哪一些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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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選項 它說 這個三氧化二鐵 是雅鐵離子晶 還原反應形成的 這個鐵是3正 那這個雅鐵的話 我們知道是正二 對不對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氧化 我A就不選了 再來B 它說 24到35億年前 這個 這個鎬狀 這個什麼 鐵礦 床 形成的時候 這個 大氣中的氧氣 濃度沒有大幅增加 對不對 是後來才大幅增加 這看圖就知道了 可以直接選 選起來就好 再來看C 他說這兩個都不易融於水 對啊 這就是鐵鏽 鐵鏽的一種 所以這個的確是對的 再來 豬 他說這個是屬於分子化合物 不對 這個是金屬非金屬 怎麼會是這個分子化合物 這就錯了 再來 E選項 他說 19億年前行程的時候 推測鐵二正的濃度 大幅上升 所以才有這些礦的出現 所以這個E 是要選的 因此答案選什麼 B C E 再來 看一下這個 51 它說 這個 A的話 它說XYZ 平衡 那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有電荷 你看 只有它有電荷 這邊有電荷 對不對 所以24 乘以2 等於Z 乘以1 所以這邊直接寫什麼 48 電荷數是不是就一樣了 對不對 再來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的話 是這個鐵的部分 因為你這裡是24 所以這裡也必然 怎麼樣 24 OK嗎 最終呢 你自己去找一個 像是輕的話 輕 我看輕 輕的話就是2X 就會等於什麼 來 注意喔 6X2 6X2 加上 加上 這邊是3 對不對 3乘上 24 下去加上48 OK 行啦 所以這個輕 經過這個精密的計算 算出來X 66 舒服 OK 再來看一下B B 他說這個有可能是哪一種化合物 因為你幹嘛 這個是碳 對不對 氫跟氧是2比1 就是水的概念 碳水化合物 因此應該是什麼 糖類 應該是糖類 OK 所以這個是第51題 好